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四天假很快就过了 今天台北股市一开盘就急杀 最多跌了191点 虽然有弹上来 现在最后一盘是138点 再戳是戳151点 你看在放假前的时候 在放假前我就提醒你了 台北股市今年以来 都在走36天的周期 记不记得 图都给大家看了 涨36天 震荡36天 35天 这是从15284点 涨到最高点17346点 正好第36天 所以今年都在走36天的周期规律的时候 指标又在高档 所以我在放假前我就提醒你了 提防反转回档 起关的股票 尽量都要闪开 涨高的就卖了嘛 对不对 就不要再去追了嘛 再找底部的股票就好了 你看已经连跌几天了 从我讲完之后 1234第五天了 跌第五天了 跌进来到170011点 已经落300多点了 我在第一时间就提醒你了 第一时间要提醒你了 起关的都没掉 不要再去追了 找底部的股票买 趁拉回的时候下去买 那放假这段期间 当然国际股市也是下跌的 道琼礼拜五跌了219点 三天跌了326点 道琼三天整整跌掉四天 从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那礼拜二就开始跌了 所以台北股市补跌净雄呢 费城报告体三天跌了3.9% 那台北股市跟费城半导体的互动 是最密切的嘛 那费城半导体三天就漏掉3.9%了 台北股市今天跌100多点 算少的 算少的 没有完全跟费城半导体的步调 我们来看一下礼拜五 礼拜五美国股市的部分 几乎都是绿色的 都是跌的 ADR台积电联电日月光 都是跌的 半导体股跌得更多 2% 3% 几乎都绿油油一片 特斯拉礼拜五也跌了3% 特斯拉这次涨很多 这次涨很多 特斯拉这次从152美元 最高涨到276.99% 涨幅高达80% 所以跟大家讲过 我们国内大家比较喜欢AI 对不对 可是美国市场上面 电动车涨得比AI来得更凶 电动车涨得比AI来得更凶 你看灰达涨66% 特斯拉是80% 特斯拉80% 那灰达涨66%之后 最近涨势也缓下来了嘛 AMD涨了62% 从81美元涨到132美元 62%也不错 可是最近回跌的 回跌起来也是蛮快的 回跌起来也是蛮快的 所以台湾AI相关个股要注意 因为美国AI相关个股 已经在开始回了 那特斯拉我从第一根红棒出来 底部一突破 第一根红棒出来 我就每天跟大家追踪 每天跟大家讲 你看从152 204% 2202% 230% 250% 每天都跟大家追踪特斯拉 说着说着 涨幅80% 涨幅比AI的族群来得更凶 所以美国市场出现这样的现象 当然你们喜欢做电子股 我知道啊 我也喜欢做电子股 可是当美国市场出现 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嘛 对不对 因为毕竟台湾还是以外贸出口为主嘛 那外贸出口接国际的订单 当国际之间 什么族群在飙涨的时候 那我们相对那个行业 一定会比较好嘛 所以股价一定会跟着上来嘛 所以从第一天就开始跟大家提醒了 你看徒生未来 这是做电动卡车的 涨幅更大 一个月时间涨了238% 涨了238% 你自己看 最近这一个月里面 AMD是震荡下跌的 特斯拉这一个月是怎么样 是飙涨了 两个状况差很多啊 所以是跟大家讲 电动车你要注意 电动车你要注意 特斯拉80%的零件 都是台湾供应的 整个电动车族群这么多 当然 连卡车要卖堆啊 涨高你去追也没意义了吧 对不对 这个涨高你在追你也买 你也赚不到钱了嘛 卡车去堆都贪不钱了啦 卡车去堆都贪不钱了 底部的股票 它才有补涨的空间嘛 底部的股票 它才有补涨的空间嘛 所以一档一档 底部的股票 电动车的概念股 被我说着说着 一支一支都败上了 涨到113 这样就快40%啦 111卖掉 卖掉之后 等了三个月 等它回来之后 91 92再买 买完之后是不是又上来了 102再卖 有时候股票换来换去 上市归1750加 你真正了解有多少 那有些重点股票 有些长期看好的股票 你长期锁定 来回一直做 来回一直做 你对它的基本面 你最熟悉 对它的筹码状况 你也最了解 那这样长期操作下来 反而是更好嘛 对不对 你看我们台办长期锁定 这样来回一直做 这次贸连是可惜啦 我们长期一直锁定贸连 那这次贸连 因为现金真实价格 价格在280 它定230 所以 280的时候定230 拉回来250 后面被拉出去 因为现金真定太低了 所以犹豫了一下 航金跑掉 跑掉都跑掉无所谓嘛 对不对 还有很多底部的股票 再早就有啦是不是 102卖掉之后 102卖掉之后 拉回来 102卖掉之后 拉回97买 95买 牛回回来 95 95 95 这样就好啦 对我们这里买的 拉上来 这两天又压回 因为这边一个头 这里一个底部 中间是真空地带 中间是真空地带 所以暂时会在这里洗 那这这里洗没关系啊 就来回做差价嘛 等到这里整理一段时间之后 后面也会再去掉 大陆延长对新人原车的贴补 台办 在大陆最大的比亚迪 电池最大的宁德时代 他都是他的供应商 那同时 台办也打入全球 前十大车厂里面的9家 都是台办的客户 所以未来电动车发展 越快速之后 台办的业绩 一定会越来越好 一定会越来越好 那这个底部才刚完成而已 底部才刚完成而已 所以只要经历完之后 随时会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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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所以经常跟大家讲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不要去堆股 不要去堆股股 有时候最近强势骨头 一天两天就下来了 你故意要去追强势股 故意要去追涨高的股票 像今天涨高的股票 很多都大跌啦 对不对 很多都大跌了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你要赚个30% 50% 都很容易完成嘛 都很容易完成 我在节目里面 一直印证给大家看嘛 我从来不追高的 一直都是买底部的 一直都是买底部的 对TPK 是不是买底部 拨得这么低 买那么低 你要赔也有限啊 31 32 33 31 32 33 30%是不是赚到了 是不是赚到了 是不是赚到了 所以股票操作不要急 股票操作不是每天 忙忙碌碌碌 一直堆来堆去 你就会赚大钱 不一定啊 还不如静下心来 慢慢找底部的股票 找不到变棒 找到了重压 给他一段时间 30% 50% 赚到了卖出 对 你看台办 我们前次82买 113卖出 是不是快40% 那TPK 31买41卖出 是不是30% 那你让30% 40% 不用多 一年你跟我做个三次四次 五次 一年做三遍四遍五遍 够少了 够轻松了 就一倍啦 对不对 累积起来就一倍啦 你知道每天忙忙碌碌 堆来堆去 能够赚到一倍吗 不一定嘛 对不对 有时候反正还更危险 我带你进 我都会带你出 任何股票带进 都会带出 任何股票带进 都会带出 你看总泰也是啊 我们总泰 41块钱买的 上来 47.8全部出清 对 41块没的 穿起来 穿不账 没掉 那卖掉之后 最好 最好想带下去了 想带下去了 我们吃不账 吃不账 你没买也是不上当嘛 最好想带下去了 有没有带进带出 每支股票有带你进 我都会带你出 我们操作原则就是这样 涨高的我就不要了 我也不会刻意去追强势股 去帮他 帮他抬轿干什么 我们慢慢那扯 找底部的股票 赚大钱的个股 跌升的时候 我们来买 最安全啊 那一旦涨上来 三十八五十八 我们就贪到了 那赚到之后 该卖的时候卖掉 一年做三变 四变五变 轻轻松松 累积获利一倍就有啦 是不是 这样才是股票市场 咕咕等等 投资的方法 该提醒你 我都会提醒你啦 你看这一次 在最高点的时候 我也提醒你啦 三十六天到了 是不是半三八点来啊 坚剩一万七了 前一次的时候 财报发布的时候 很多人都认为是M投 我跟大家讲 不会是M投 会败起来 当时讲说在这里 后面是什么 两千几点就起来了 两千一百点上来了 有没有 所以在关键时刻 该提醒你的 我都会提醒你 关键时刻 该提醒你的 我都会提醒你 今天一开盘之后 一开盘 马上抬一百九十一点 我们来看最后 最后台北股市跌一百四十三点 一百四十三点 起管的股票 没有 你看季家金又大跌了 对不对 这是最近涨高的股票 很多最近涨高的股票 都大跌了 今天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也跌了七块钱 下七块 存五百七就是 台积电外资调高目标价 要花七百块 喊七百一 我想市场没有人敢跟外资 逆过来讲了 对不对 很多人还会拿外资的报告出来谈 我不来那一套 我以为我自己的看法 外资不是慈善事业啦 还告诉你会涨到哪里 你觉得可信吗 对 外资也是要赚钱的啊 他要赚谁的钱 就是要赚你的钱嘛 不然赚谁的钱呢 所以对外资的看法 我经常都是怀疑的 外资一喊七百一 我就讲了啊 提防股市陷阱 特别拿我自创的计量图 给大家看 台积电最大套牢区 在五百九到六百一十四 这个套牢区没有过 你喊债高都没有用啊 你喊债高都没有用 我有来拿钱吗 台积电现在存花钱 五百七十五 五百七十四 差二十块啊 谁敢这样讲台积电的 我看只有我而已 对不对 那你有台积电的 你看了我的节目 你有没有吗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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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来一回 一张差两万 十张就差二十万去啊 是不是 连电我也给大家看啊 最大套牢区的那五百四 你看今天连电剩多少 五百三百 是不是落下来啊 就是没有过嘛 都没够嘛 上次没有过下来 这次又没有过 又开始落下来了 找底部的基优股买就好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大盘虽然是回挡修正坡 可是类股之间是轮动的 起管的 人主力的买 买掉之后 钱收回来 会转到底部的股票 因为这毕竟只是修正坡而已 指数在修正 个股在轮动 涨高的会下来 底部的会补涨 对你看最明显的 鸿海 是不是补涨股 这个闷多久的股票了 鸿海集团的股票 鸿准 是不是今天也大涨 对 真顶 这是补涨股啊 所以大盘在修正 没关系 管的股票 不要去摸就好 找底部的股票接 趁蹲下来的时候下去买 你找不到就找铃银 找不到找我 我专门买底部的股票 你看环球晶 跌三个月 对 对 这样买不 较稳 是比较稳 对 今天环球晶 两块钱 要那五百块的股票 两块实际是没多 这些不多 你看今天日本的 两大厂 日本两大厂 今天信越 信越今天涨2.4% 有没有 今天信越化学涨2.4% 今天另外一家 盛高 大涨3.5% 3.3% 而且 股价创今年新高 股价创今年新高 那环球晶 好事多磨 我们买低点的不怕他 对不对 不怕他 中美金 我们也是买底部的 我们也是买底部的 买底部你就放心 你就放心 对不对 今天大盘跌100多点 买一块 所以买底部的股票 你就放心 所以经常跟大家讲 股票投资不是一直在做追逐赛 一直堆一直堆 是一次又一次的投资规划 你看我在布局这档 跌9个月的股票 G3.5% 涨多了 给大家看也没关系 起床给你们看也没关系 G3.5% 9802预期 我们120买 123拉回又加码 127拉回又加码 给大家看所有讯息 我讲的都是我们操作的股票 我在节目里面讲的股票 都是我们操作的股票 不是我们操作的股票 不是我们操作的股票 讲干嘛呢 对不对 讲的天花乱坠 哦 这支涨停 这支涨停 结果会员都没有 那你讲的那种 不是华众取宠 会员没有买 手中都没有 你讲干嘛呢 是不是 我讲的都是我们 会员操作的股票 你看预期120买 123加码 120 123加码 126125加 我们是实实在在在 带会员操作啊 今天预期 大盘大跌预期大涨 今天大气 今天大气 那这样底部买是不是 安全轻松又可以赚大钱 而且是赚大钱的公司哦 去年获利成长183% 获利成长188% 138% 大盘起八个月 他落九个月 那买中股票最安全 又容易赚大钱嘛 对不对 今天已经140几块啊 这是141啦 我们百日没了 这支也要注意 获利成长171% 已经落四个月啊 背离已经出现了 这支我还在等机会 我还在等时间 我还等价位 成长136% 买四个月 我还几乎回到期长点 我还没开始买 我还在等时间 认同我们这种买底部的 利用现在一季的费用 赚一整年的活动 我们一起来合作 我要做我们回电话 这段很高的秀宗马上回来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凡商业台湾第一个财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现场 间跌了143点 最低来到17011点 我在第一时间已经提醒你了 三十六天到提防反转回档 起罐的都不要再去堆了 你要买的没关系 找底部的股票 找底部的股票 你看之前最强势的观光饭店 四天假议放完之后是不是大跌了 云品跌停 这种卡管啊 这种卡管啊 涨高就不要再去迷恋它 我们又找底部的股票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你看到每支股票都是从底部开始买起的 预期 底部买的 这样做是不是很安全又安心 今天也大涨啊 对 再来这支要注意 路四股的八里出现了 八里出现了 这支我再来等时间 我还在等价位啦 时间还不够 去年最红的股票 现在几乎跌到快回到起涨点 可是时间还没有到 不要急 别急 向众也是 净值48.5 股价30出头而已 对 胜达今天也大涨啊 我讲的时候在这里啊 一支啊 类似这样的情况 蓝天净值70.8 现在股价在30出头而已 这是除息 这是除息 现在股价在32.8 今天跌三毛钱而已 净值有高达70.8 八个月大底 所以这种股票其实都很安全的啦 所以还有很多很安全的股票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都没问题 不然你来找我一起做 我带你进都会带你出 你看空单最多的 第二 长龙行跟华行 空单这么多 外市就继续加码 礼拜一 华行长龙行都继续加码 礼拜二也继续买 礼拜三 放假前夕 继续加码长龙行 继续加码华行 三十七万张了 四十二万张了 空单这么多 限期回补 你空这个要做什么 跟着买就好了嘛 对不对 底部就丢啊 跟着买就赚大钱了嘛 对不对 六月十二号一开盘 二十二再加嘛 三十三再加嘛 三十又加嘛 这样做就对了嘛 这样做就贪大钱啊 二十二又加嘛 这样做就赚大钱啊 对我们上礼拜 先卖了一次 华行 二十八点四先买一半 买一半 感情较不算了 贪那四十八 先挂六地再说 那留一半 兼长龙行 还是新疆啊 这个随时都还会再喷出 华行也是 都搁着空担不下来 大方六三百点都不下来 可是你不要那队管啊 有华行长龙行的 几块钱要卖 来找林何彦 该卖的时候我会带你卖 利用现在一季的费用 赚一整年的活动 我们一起来合作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显现评估 另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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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